這個不用過錢的 拿回盒子來 盒子太大了 好 玩具TV 今次介紹就是這個圍城系列的大基地 之前就出過很多不同的基地 出過達力士、福特、毀滅大王 還有雷神 接著就是龐龍 其實G1來說是一個很經典的基地 它是完全變形的 以前G1是電動車 今次就沒有電動 就用自己人手去保育 更過癮 這些效果可以隨意插在不同的地方 假裝一些戰爭的場面 這輛大火箭 基地和他車就形成了龐龍的主體 這輛他車可以收回一架車仔 這輛大火箭 你就可以放在裡面 放在附近 右位拍攝 可以放進去 好 好 不是 人手可以收回到這裡 側面也可以 或者你可以把這輛車仔變成人耳獸 放在這些基地位 又或者是 這裡 側邊 這邊 那邊 那邊 有一個宿舍給他 有很多位置 讓你和迷你戰士互動 大概是跟一個迷你戰士 對 他還有很多 由於時間關係 就立即變形了 有三樣東西去組成的 我先變身體 這個是身體來的 它標誌性的霧鬼 就是拆出來 拍完它便變成了它的悲癒 類似的悲癒 這個其實看似很巨型 但其實它比想像中我覺得是更簡單 以前覺得很巨型 以前小時候覺得這個真的超級巨型 這些就是啪啪聲的 全部都是跳齒的 這些聲音在我們現在玩玩玩具 是絕對不可以出現的 很簡單的 這個大約已經變成一個 外形了 就是這樣想想 其實很簡單 你輪到這一顆巨大的火箭 對 你中間就打開它 打開它兩邊先 然後打開中間 打開它 那就是兩隻手 可以插開 拆出來 強下 已經是一隻手 所以你真的比想像中是簡單很多 不似得很複雜的東西 這樣 這樣 只要把它插進去 到這裏 這樣就完成了 拆進去 打不成九成 好 其實很純熟 好像很容易 對它來說是容易的 連了一整晚的人 很多人來講 多快 好 好 剩下最最後的身體 胸口和頭 胸口和頭 打開 打開它 收回一支槍 好 收回一支槍 好 好 這樣大紙 這樣大紙就 變成這樣 好 大紙就是這樣 把它 打開 就 變完 了 即是把一隻六吋 變成十八吋 出發 好厲害 好誇張 好 對 最後就把兩隻 在背部 這樣就 玩完了 跳轉了位 這裡 按這支 我覺得 成績是一個組裝的工友 對 大致就是這樣 玩的 這麼大隻來講 算是比較容易變形 感覺上 比之前的 複特 都比較簡單 我想說之前的戰爭PASS可以全部組合一塊 一條東西 插在這裏 又開火了 不過這隻以前有些發光和電動 今次沒有了 什麼價格? 不用1000元 這樣就很值得玩 很大隻 這麼大隻? 還有它這時候有貼地 這麼大隻也有貼地 厲害 不是這麼大隻才應該要貼地 貼地也很嚴重 中二變金剛操開機地 這隻也不能就算了 先插人仔 再轉個圈就收牌 當然你可以跟之前的機地或者是 迷你戰士去聯繫活動 都可以玩到的 手指頭都可以插三個火的 好像是否還欠另一隻 以機地來說 還欠插揭子機地 就叫做出了所有的機地 新世代的機地 對 好像是還在仲籌這個 還有之前的 國獸 現在好像去到五千多個名額 總數要八千 對,總之還欠少許 對,如果想要一個這麼巨型的星球 我想兩隻這個這麼大隻 我想再大隻 對,很誇張那隻 很厲害 你仲籌完你也要穩底劑 對,沒錯 我想這些其實主打是外國市場 對 香港 放一個盒 放一個盒也不知道怎麼放 想不到 這些就 但這個剛剛好放到那隻東西也不錯 不算很大了 我想說這個玻璃真的很漂亮 對,很漂亮 很漂亮的玻璃 畫得很有氣勢 如果喜歡衛星系列 就不要錯過這隻 紅龍了 好,時間關係 好 下一樣 發事人 好 鑊分 鑊分是怎樣 都抄得亂了 先吃一個盒子 雪orie 先兒 先讓我先來 先讓我先 攝影機 3 4 4 4 3 3 4 5 6 6 5 6 這是Superman 挺好吃的,蜜蜜嘎嘎